欢迎! 有人说台湾天天都在选举 几乎每个候选人都说要为社会国家做事 为老百姓谋福利 出身在山明水秀的屏东县万鸾乡家河村 目前担任飞讯集团副总经理的何秋气 这次出面参选屏东县第二选区立委 热情活力感性又善良的何秋气说 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实当一位民意代表 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家人 才有办法再照顾到更多的家庭 何秋气除了在潮州设立服务处之外 几乎天天回家看看爸爸妈妈 还顺便帮忙弟弟的香蕉园 跟栽培其他农作物 希望能为屏东万鸾跟台湾的农业找出路 回到自己的故乡 我觉得这是我从小生长的环境 然后看到爸爸还有弟弟他们真的很辛苦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台湾是以农历国 可是却没有好好的照顾农民 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更好 然后呢 品质可以跟得上都市 还是一样这样子 每天都要为这样三餐班 所以呢 我觉得这次出来我是想要真的要帮我们的自己的故乡农民争取更大的福利 为了振兴地方农业促进屏东经济发展 原本从事医学美容工作的何秋气 十几年前进入了飞讯集团 想透过网路平台结合实体店面的方式 帮助农工商企业行销优良产品 以广大会员的力量 再结合许多基层村里长的人脉 帮辛苦的农民打开更多更好的行销通路 就是我觉得秋气在做的工作也是像我们一样 里长一样就是服务大众 所以说这个对大家真的是很很 就是回馈社会也帮助社会更多的人 我很赞同他的理念 因为只要对农民有更好的那个 假如可以说直接我们对农民啊 回馈给消费者 中间假如有一些像我们政府单位来把关的话 那是说农民也好啊消费者也好 他们各有互利这样 高平南立法委员货显然何小姐 他登记第四号请大家支持他 就是带着这一股不怕辛苦不怕失败的热忱 何秋气加入飞讯集团董事长谢祥义的购物商城计划 为了创造全方位通路 何秋气深入地方了解一般老百姓的辛苦 从早到晚跑遍了屏东各个乡镇 不管是医院餐厅茶园农业合作社 甚至到夜间的番茄园都看得到何秋气的足迹 也得到许多人的肯定跟支持 很感谢立法委员 还有百天来关心这些农民的生活 跟我们一些农充物的修行 山洋啊 全都给我们关心 很感谢 我们已经配合六七年了 七八年有了 不错了 我们地方有这个通路 蛮不错的 帮他们降低生产的成本 然后把一条通路架设起来 把他们销售的更好 价格更好 让他们生活可以更富裕 其实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 那我们的乡亲不是只有我的父母亲 所有屏东是我从小生长的故乡 我也是爱他们就像自己的父母跟兄弟姐妹一样 希望大家都能真正的过一个安居乐业的日子 何秋气表示 他出来参选立委 不打广告宣传 也没有竞选刊版 靠的是平常的热心服务 希望大家对他的好 能够口耳相传 2020年1月5号下午2点 何秋气在潮州国小旁的华星街上 有一场选举前的感恩大会 希望大家以参加欢乐趴的心情来现场 亲自感受何秋气真善美的热忱 体验南台湾特有的温暖跟无限的力量 记者陈维旭 郭一玲 屏东报导 阿姨